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利于治疗和康复 3D打印隔离屋并不同于大规模的雷神山火神山医院建造 也不同于钢筋或泥土的常用楼宇 而是采用了大量废弃物再生材料 包括城市建筑钢渣 沙漠沙等材料变成打印油墨 墙体坚固度是传统钢筋或泥土结构强度的2-3倍 整体受力均匀 抗风抗震 具有保温隔热的效果 打印过程也不复杂 先打印一个长方形结构 然后转90度硕起来使用 再装上前后的门窗即可 打印这样一幢隔离屋的时间是两个小时 一台机器24小时可以打印实际装房子 只是由于此次为捐赠 因此3D打印隔离屋的成本不得而知 目前这批隔离屋已正式上岗 迎来了新冠肺炎隔离病人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结穿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